故事从亚当和夏娃开始 他们不听从神的话 反而听了恶魔的话违抗了命令 从此断送了人类与神的美好关系 他们成为了首先经历罪恶 和因为犯罪而引致死亡的人 他们躲藏起来 用树叶遮掩自己的羞耻 神对这一切的掩饰很不喜悦 就用兽皮给他们当衣服穿 神自己首次屠宰了动物 为他们遮丑 亚当和夏娃育有两子 该饮和亚伯 该饮把所种植的食物呈现给神 而亚伯就以动物呈现 一个血的献祭 神接纳亚伯的呈现 而不是该饮的献物 那为什么呢 因为犯罪招致死亡 把我们与神分开 一定要用生命偿还 基于极度 该饮杀了亚伯 人性的阴暗面扩大了 数百年之后 一切都变得可恶 神说 世上没有人值得再生存下去 除了挪亚和他的一家 神叫挪亚造一支大船 要他把一个信息传开去 审判罪恶的日子临近 只有一个得神怜悯的脱险方法 就是方舟 他们取笑言语挪亚 直到天上的雨水倾覆 水从深谷中涌出 叫人措手不及 洪水灭绝了所有的人和生物 是些因为他们的罪恶遭到毁灭 只有挪亚他的一家 和神保留在方舟上的生物 可以安然无恙 后来出现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 神要他把儿子带到山上作为献物 亚伯拉罕为了这个命令耿耿于怀 但是他服从神 他用行动证明自己的信心 把儿子带到摩利亚山 当亚伯拉罕正要牺牲自己的儿子的时候 神制止了他 并姑娘一只牲畜代替他的儿子作献物 牲畜赎回 代替并归还了他的儿子 以血还血 以生命还生命 四百年过去了 神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埃及法老王并不批准 于是神降十灾惩罚他 最后一灾 神差派死亡天使 去各家各户夺取长子的性命 除非人们按指令献上羔羊 把光阳的血插在门框上 当天使看到血 就知道屋里的小孩已被羡慕所熟 无论是犹太人 埃及人 奴隶或自由人 只要遵守神的命令 他们的儿子就能幸免于难 要不然 当晚就会发生摩西所预言的事 埃及地哀鸿遍野 就在迷糊拒绝向神献祭 讨怜悯的家庭中 后来摩西给以色列人颁布律法书 里面包含神所撤立的赎罪祭仪式 罪人将牲畜带到祭祀面前献祭 把双手按在牲畜的头上 寓意自己的罪和羞耻 都转教到牲畜里去了 然后宰杀牲畜 血散张场 旧人的过错就被掩盖了 大卫王和先知们 遵循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形式 但是他们怀疑 究竟牲畜的血 是否真的能掩盖人的罪呢 还是这只是一些象征符号 可以解读未来 大卫王预言 将来有一位君王弥赛亚会降临 是大卫王的后裔 会掌权管治万邦 他为人谦逊 满有慈爱 这位弥赛亚毫无过犯 完美无瑕 无可指摘 清白无辜 他会受苦死去 成为宝贵的羡物 他会做出重大的牺牲 耶稣在马草里出生 因为没有人能给他地方 由童贞女所生 生儿纯洁无瑕 有王族血脉 但只是一个贫穷的大卫王后代 几个穷国的牧羊人 和东方富裕的智者 前来向小孩道贺 证明他就是那一位 圣经应许将来会降临的弥赛亚 耶稣传扬博爱 信实 和平与谦卑 他是个老实的牧匠 也是个出色的哲人 他得罪了虚伪的宗教人士 指他们爱一世 多过爱神 但他受穷人 谦卑的人 有悔意的人 和罪人所爱戴 他医治笼子 瞎子 残障 和被鬼附的人 他把死人 起死回生 这个无家可归者 是个四处漂泊的老师 也是个革命烈士 呼吁爱神的人 要活出丰盛生命 耶稣称神为父亲 为人类展示全能者 像父亲一样爱人 神想把人当作儿女看待 但中间有隔膜 因为他们有罪性 而神却是圣洁的 人的罪源自亚当与夏娃 把人与神分开了 但弥赛亚知道 做什么才可以挽回他们 世纪约翰预言耶稣说 看神的羔羊 拿走世上的罪 耶稣就是弥赛亚 被拣选的那一位 选择成为重大的牺牲品 他不曾犯罪 以圣洁清白无暇宝贵之身 为罪付上重价 以无辜之身代替有罪的人 以圣洁之身代替犯罪的人 他为了天赋而作 付上人类犯罪的代价 为要释放他们 不再做罪的奴隶 恢复他们自亚当以来 所失去的与神的美好关系 不用追究犹太人 罗马人 是神阿巴父 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神牺牲耶稣 为了应验先知所记载 他会成为神的羔羊 拿走世上 你与我的罪恶 但他不是就此完结了 三天后 神叫耶稣这位弥赛亚 从死里复活 并给予相信的人一个应许 凡信他的将来也会复活 得享永生 此后 耶稣承诺他的门徒 他会再来 并以判官与君王的身份再来 弥赛亚就是神给予人的礼物 人不用为自己的罪受死 也不用与神分离了 只要接受耶稣的牺牲 就能重拾与神美好的关系 这份礼物 你不来娶 就永不属于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